第273集 这血色的荒原确实没有任何危险 一路前进畅童无阻 只是再也没有遇到如血煞花一般的机缘 林明倒是抽空 整理了一下黑衣老者和大头青年的须密件 两人果然是宗门的重要人物 身家颇为丰厚 大量的中品真原石 丹药还有不少品质不错的宝器 虽然对林明作用不大 但是全部用来换真原石的话 那也是一笔大财富 这些东西林明单独找了一个须密件收了起来 这时候林明在众多杂物中 找到了一本古朴的纸质书籍 这本书显然有年头 黑色的封皮没有书名 书页已经散掉了 被重新装盯过 嗯 这是 林明翻开书页 却发现里面记载的都是各类的天才地宝 有许多天才地宝在天眼大陆都已经绝迹了 如果没有猜错 这是南海魔狱的典籍 幽魔地成的历史 要比神皇岛要幽静 有这些上古典籍不奇怪 随手翻了几页 林明发现中间有一页被故意折了起来 打开一看 这页上啊 画着一个扭曲如同人参一般的药材 只是它的根须弯弯严严如同油龙一般 旁边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注释 注释最前面的四个字是 凡天龙根 林明心神一动 呼吸陡然加快了几分 在读下面的注解 林明的手指下意识地握紧了书页 凡天龙根 这是那位神域大能记忆中 用于翠随的奇药啊 难道天眼大陆 也曾经出现过凡天龙根 林明原本以为 只有神域才有这等奇药 自己根本无缘得到 他这才不得已找一些替代品 用于翠随 凡天龙根即便在神域也价值高 他的寿命极其悠长 动辄数万年十万年 而对翠随有效的凡天龙根 必须是万年年份以上的 这也就增加了炼体的门槛 而相对炼体法觉来说呢 走先天玄丹神海的巨猿路线 主修丹田 这就简单的多了 难道这魔神帝宫中的宝物 就是凡天龙根 林明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否则那个黑衣老者 不应该把这本古书带在身上 还专门折了凡天龙根这一页 他多半抱着壮运气的心思 提前查清资料 能寻得最好寻不到算了 林明问穆千语道 穆师姐 师祖进入魔神帝宫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过你 魔神帝宫中到底有什么呀 师祖对里面的情况 也不是特别清楚 只是根据一些情报 故此魔神帝宫中 有能够提升玄丹至极强者 度命运成功概率的天才帝宝 所以才会引得如此多的命运大能 齐聚南海 梵天龙根记载在魔帝手扎上 炫无鸡和炫羽切 虽然迫于压力将其公布下来 但也只是告诉了南海魔狱的长老们 自然不会向外宣传去 如南允王啊 木凤仙的这些人 虽然得到了一些消息 但都是捕风捉影 模糊不清 不过魔神帝宫中有重宝 却是用脚趾头想都能想明白的事 所以不管如何 这次魔神帝宫开启 他们都不会错过 林明看着这一本薄薄的无名书籍 暗暗思量道 在这残破的世界 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与神域大有关联的东西 比如之前的传颂镇 森林中的上古凶兽 如果说这残破的世界中 再有一些神域的天才地宝 这不足为奇 这梵田龙根生长周期极为漫长 非底蕴身后 传承达万年之久的宗门难以培养 可是这残破的世界 已经存在了数万年之久 如果真有梵田龙根 恐怕已经长到大成了 用来翠翠的话 可以完成十成十啊 想到这儿 林明激动起来 原本他对这个残破世界的宝物不太上心 因为他不缺攻防 不缺武器 可现在 他知道了可能这儿有生长了数万年之久的梵田龙根 他可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 翠翠越到后边可越难 尤其是翠炼脊髓 脊髓与骨髓只是一字之差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组织 骨髓造血 脊髓呢 却不造血 而是分布着神经中枢 脊髓 位于人体脊柱内 是极为脆弱的一种组织 如果不能脆炼脊髓 那么脊柱始终会成为林明的弱点 脆弱的脊柱 无法承受强大的压力 如果被人折断了脊椎 那就直接丧失行动力 碍于药材所限 甚至许多神域弟子都未能将脆髓完成到石城石 这势必导致根基不稳 身体一流弱点 林明现在的脆髓只完成了六成大半 便已经有种推行不下去的感觉 一整颗魔心碎精吃下去 翠翠完成不到半成 现在呢 连魔心碎精都吃光了 数万年年份的梵田龙根呢 对林明来说呢 可遇而不可求啊 然而想到魔神帝宫中聚集那一群命运强者 林明原本火热的心思却又冷却了下来 这一群命运 哪怕真元被压制到一成半成 也能瞬间描杀的 跟这些人争魔神帝宫中的东西 这可能吗 林师弟在想什么呢 哦 没事 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罢了 林明自嘲的笑了笑 把那本古书收了起来 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 不去争一下 他不甘心 然而去争的话 他拿什么争啊 弄不好把命就搭进去了 在血色荒原的另一端 已经聚集了上百个舞者 这血色荒原呈现仿锤形 中间粗两头窄 周围都被阵法封死了 于是所有舞者在荒原中分散 最后还是聚集在了一起 林明和穆千语不动声色加入人群中 环顾一圈 赫然发现总人数少了三四成之多 甚至有些玄丹长老都不见了 有些宗门吧 比如五行狱的青木宗厚土宗 本来带队的玄丹长老就一两个 两三个 这下子全死光了 这让林明清洗了一口冷气 整个血色荒原没有任何危险 但却死了这么多人 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呀 不言而喻 不管是正道杀魔道 还是魔道杀正道 这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正道魔道就是个符号而已 在战场上已经杀的昏天暗地 在这残破的世界又涉及到重大利益 想指望两方和平相处显然不可能 当所有武者聚集在一起 可能还有人有所忌惮 不敢大规模开战 可当分散开来只有少数人的时候 杀戮自然不可避免 别说是正魔两道之间了 就是他们自己阵营内部 也极有可能在血色荒原之行中 自相残杀 当初在原始森林 一路上都有凶兽 腰疼攻击都没死这么多人 果然呢 人类自己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活下来的人或是沉默不语 或是面无表情 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血色荒原 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也只有几个小辈的脸上挂着一丝 掩饰不住的喜色 显然在这荒原之上有不少收获 然而在人群中始终有一个人 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就是南海魔狱长老连成吉 在等了足足一个时辰 不见新的舞者来到后 连成吉突然冷声道 是谁 杀了我的孙子 一股杀气随之笼罩下来 在场舞者先是愣了一下 这种时候自然没人出声 连成吉音笑了两声 连结死后 禁制中传来了一些当时在场者的模糊信息 除了容貌之外 还有在场者的大智修为 后天吉 虽然没有在人群中找到对应的容貌 可人群之中 现在还有活着的后天舞者 不超过一只手 连成吉将目光锁定在清目中的一个后天期舞者身上 他当然不认为一个后天期的舞者 有能力击杀他的孙子 但是至少当初是有一个后天期舞者在场的 他会知道凶手是谁 你 过来 连成吉指向那个后天期舞者 浑身气势肆意弥漫 他本是南海魔狱的舞者 走的是杀盗 一生杀人无数 杀鸡几乎凝化成实质 此时散发出来 又岂是一个后天期的舞者能够抵挡的 别说是那名被连成吉指着的弟子了 就连一些先天期的舞者也吓得目光低垂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看到那个舞者已经两腿发软 连成吉冷哼一声 猛然踏前一步 伸手一抓 一股巨大的犀利凭空缠声 直接将那名后天期的舞者抓在手里 那弟子惊叫一声 脸色撒白 哗啦 一声轻响 连成吉打开了一张画轴 上面画的正是连结 见过他吗 连成吉将画轴放到那弟子眼前 声音冰冷至极 那名可怜的弟子吓得浑身发抖 颤颤温温的说道 没见过 没见过 哼 那就别怪我了 连成吉说吧 突然猛的一张按在那弟子的天灵盖上 真缘涌入 直接冲碎了那弟子的精神之海 施展搜魂树 搜魂树 是一种阴毒的魔道秘法 一旦施展被施法的人会直接变成白痴 甚至当场死去 那名弟子徒劳的抓着连成吉的手 身体像发了阳巅峰一般剧烈的颤抖 脸色苍白如指 两骨鲜血从他的鼻孔中流出 看到这一幕 在场许多低阶弟子都吓得脸色撒白啊 而轻木宗的人竟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他们宗的玄丹长老已经在刚才的血色荒原中陨落了 在这个残破的世界越深入 真缘就压制的越厉害 到了这里 真缘已经被压制到不足两成了 又不能飞 逃跑很不容易 很多玄丹长老就这么死了 而且别说他们长老已经陨落了 就算还活着也绝不是连成吉的对手 整个轻木宗现在最强的就是先天至极而已 在连成吉面前屁都不是 他们只能任由连成吉肆意搜魂 毫无反抗之力 很多人甚至盼着连成吉赶快搜魂完 快点离开 不要殃及到他们身上 果真不知道 废物一个 连成吉将那个已经不成人形的弟子随手一扔 就像扔一条死狗一般 那个弟子已经蹊跷流血 身体污渍颤抖着 两眼泛白 黑眼珠消失不见 眼看是活不了了 在场与连成吉同吉的高手并不多 大蝉四子常然僧人 神皇岛的大长老木赤火 都是沉默不语 对这一幕视若无睹 这也太霸道了 林明看到这一幕脸色微沉 林明别冲动 木千鱼忍不住提醒道 这个时候跟连成吉冲突并不明智 嗯 我知道 林明的声音十分镇定 他心中却在默默估算着连成吉的实力 来到血色荒原的出口 真元又被压制了半成 现在只剩下两成不到了 反观自己 又新添了一个玄丹吉的血隐之印 而血隐之印的力量无视残破世界的法则压制 此削笔掌之下 是否能够一战呢 林明心中没底 连成吉毕竟是玄丹中企 底蕴十分深厚 他的极限实力究竟如何 很难说 放心 连成吉不可能因为一些毫无根据的猜测 就找上我们 虽然我们神皇岛的实力不及南海魔狱 可真打起来南海魔狱也会忌惮的 毕竟还有大禅寺在一旁虎视眈眈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的道理 他们不会不懂的 目前语说道 他还不知道连成吉是根据修为来判断凶手的 如果知道了 他不会这么轻松 这时候 连成吉转向了后土宗的一名后天其污者 那弟子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前辈饶命 前辈饶命 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没见过那个人啊 连成吉冷笑了一声 知道与否 搜魂便知 那弟子绝望的惨叫一声 掉头飞盾 然而在玄丹中期高手的面前逃跑 那就是自欺欺人罢了 连成吉伸手一抓 直接把那个后土宗弟子抓在了手里 搜魂树 后土宗的其他污者 没有一个敢为这弟子出头 哪怕是平时关系很好的师兄弟 这时候也是金若寒蝉 目光多闪 就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现在谁站出来 谁死 看到这一幕 林明脸色微沉 连续两次 连成吉找的都是小宗门的后天舞者 小宗门可以理解 大宗门他也不敢动手 可为什么只找后天的舞者呢 难道林明清洗了一口气 之前只顾得易容的问题 却没想过那尽致连修为也能记录吗 林明可没本事隐藏修为 即便是他的易容术 也只是在连成吉真元被压制不足两成的时候 才能勉强发挥作用而已 转头望向穆千语 穆千语此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面丝凝重 哼 又是个废物 连成吉扔掉了手中已经被他变成白痴的后土宗弟子 目光转向了神皇岛和大禅寺 剩下的三名后天气弟子就在这两方势力中 这两方势力稍微棘手了 尤其是大禅寺 整体实力不比南海魔欲差 至于神皇岛 实力大概只有南海魔欲的一半还可以借势欺压一下 连吉不但是连成吉的孙子 也是连世一脉的重要天才之一 连成吉不可能让他白白陨落 否则他的念头都不会通道 在场只有五个后天气弟子 他怎么都要插个水落石出 他首先转向了神皇岛 目光锁定在了林明的身上 你 见过画像上这个人吗 面对对方的气势压迫 林明根本不为所动 只剩下两成的气势 即便是玄丹中期高手释放出来的 对林明来说也不算什么 他神色如常的说道 没见过 不认识 是吗 林成吉冷笑 心中却暗暗吃惊 这个小子竟然对自己的气势压迫 没有半点感觉 之前的两个舞者吓得浑身发抖啊 也是被连成吉的气势所射 连成吉走的是杀盗 身上杀气凝重 又岂是一个后天气的舞者 所能抵挡的 可是林明却镇定如常 这个小子 连成吉咬了咬牙 他隐隐的感觉 林明脸上有什么不圆融的地方 似乎有什么迷雾 遮住了他的感知 他绝对有问题 连成吉有种预感 自己孙子的死 很可能与林明有关 不认识 不要紧 跟老夫回去 老夫自有办法 让你想起来 面对神皇岛 连成吉没敢直接出手 施展搜魂术 而是退了一步 要带林明回去 这其实也只是给神皇岛长老们 一个台阶下罢了 真的带回去 林明必死无疑 连成吉这是在 激世欺压神皇岛 逼他们交出林明 面对这一幕 大长老牧赤火 握着自己手中的手杖 低头沉吟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三长老牧炎卓 神色联动 也没有插手的意思 而至于牧青叔 见此场景心中狂喜啊 他做梦都没想到 会有这等好事出现 连成吉这个煞星 竟然找上了林明 简直跟做梦一样 搜魂 把他弄成白痴 搜魂 一定要搜魂 让他死 不 让他生不如死 牧青叔对林明是恨到极致了 他在心中呐喊 他愿意用五十年的寿命 去换林明变成白痴 爷爷 一会儿真的打起来 你们千万不要出手 让林明变成白痴 牧青叔面色猙獰的 真元传音道 因为有血印契约 他们不能直接出手对付林明 但是在这等情况下 不出手却没有任何过错 毕竟这是牺牲林明 保护宗门 何来叛宗一说呀 想起林明未来 连饭都不会自己吃 大小便失禁 痴痴呆呆的样子 牧青叔的心中 就狂喜不能自意 肥方言之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